因為那時候他剛好當選泰安市長 在立法院 然後第二次碰到也是在立法院 也是恭喜兩個時候 現在變成新的院長 真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也非常的難能可貴 特別給你恭喜 那我想泰院長他 可以讓全國百姓對你的期待 這個我想是一意 那其實你也了解 行政跟立法其實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行政跟立法能夠和諧的話 其實是國家之難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就是說在立法裡面 在野黨固然重要 可是執政黨也很重要 我舉幾個例子 跟在野黨來溝通 這是一定的 像上一歲的前章 其實我們在親民黨的黨團 想盡辦法要有任何的資料 其實都很難去拿到 所以國家的重大政策 就必須要充分的 要去好好的跟在野黨去溝通 這是一定的 那跟執政黨其實也必須要去溝通 立法院長有一個參考 包括現在 從山路流 你們願意在新的 新的這個內閣裡面 然後把這一次國家的 市政總預算 全部回去重新 review一次 謝謝 感谢观看